日前阿富汗又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 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袭击的目标对准的是中国人 而背后黑手和此前袭击俄巴使馆的是同一个组织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而这也坐实了塔利班的担忧 大家好 我是国业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据多家媒体报道 近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酒店遭到恐怖袭击 当时枪声不断 现场浓烟滚滚 在喀布尔经营一家医院的 意大利非政府医疗组织紧急透露 在他们接收的21人中有18人受伤 3人死亡 3名均为袭击者 目前IS的分支呼罗山省已宣布对该袭击事件负责 塔利班方面表示 在袭击事件发生后 他们的安全部队紧急赶往并封锁了现场 随后打死了3名恐怖袭击者 目前正在恢复秩序 其他详细内容暂未透露 需要注意的是 预袭的酒店叫桂园 是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酒店 在喀布尔深受中国人欢迎 是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最常下他的酒店 有在桂园酒店附近的当地华人表示 在他听到巨响后 他一个住在桂园酒店里面的朋友告诉他 酒店7楼发生了枪战 于是他立马给大使馆打去了电话 很快大使馆便派安全部队和使馆的武警小队 抵达了现场 另一名居住在酒店的中国人表示 当时3名武装人员冲进酒店跟保安人员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随后塔利班政府陆续派遣安全部队前往 整个过程枪声和爆炸声不断 在曝光的现场照片中 他甚至看到疑似人肉炸弹 对于这次的恐怖袭击事件 中方高度关注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布的信息 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中 有5名中国公民受伤 目前中国驻阿富汗使馆 已向阿富汗临时政府提出了严肃的交涉 不仅要求塔利班政府全力抢救受伤人员 还要求彻查此事并严惩暴徒 保护在阿富汗中国公民的安全 需要提到的是 近段时间以来 阿富汗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一直不断 这次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发生后 也串联起了前面两件 对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人的袭击 事件背后的黑手全都指向IS这个极端组织 今年9月初 俄罗斯驻阿富汗使馆门前发生了爆炸 造成两名俄方人员死亡 本月初 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馆也遇到了恐怖袭击 造成一名八方人员受重伤 IS均已宣布 对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不难发现 现在在阿富汗的中俄八人员似乎已经成了ISK的袭击目标 而这正是塔利班最担心的事 ISK主要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一带活动 与塔利班对立已久 双方长期以来都是死对头 哪怕在美军占领阿富汗时代也一样 当初美军还在阿富汗的时候 ISK主要是找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驻军 以及当时被美国扶持起来的阿富汗政府的麻烦 现在美军走了 阿富汗没有北约驻军了 喀巴尔的实际掌权者变成了塔利班 于是ISK现在就把矛盾焦点都转移到了塔利班政府身上 而那些跟塔利班政府保持相对密切关系的国家 在阿富汗的机构和人员也跟着成了他们针对的目标 众所周知 塔利班在国际社会上的人员是很差的 目前还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而中俄八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 是现阶段塔利班政府在外交工作中必须优先考虑的三个国家 也是现阶段最愿意帮助塔利班重建阿富汗的三个国家 所以ISK似乎想要通过得罪这三个国家 破坏中俄八和阿富汗之间的关系 给塔利班这个临时政府造成麻烦 这也是塔利班安全部队这次在处理中国酒店的恐怖事件时 为何如此如临大敌 就是害怕因此得罪了中国这个重要的朋友 所以想向中国表现出他们很重视中国人员的人身安全 以免中国人不前往阿富汗投资 毕竟若塔利班不处理好此类针对中国人的恐袭事件 将很难让中国人继续前往阿富汗做生意 进行投资等活动 阿富汗的安全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所以如果塔利班想继续获得中国帮助 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相关措施 以保障在阿富汗的中国人员和相关设施的安全 特别是现在ISK已经将目标对准中俄八人员的背景下 否则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双方的合作将严重受阻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